大家好,我是Nemora Yap 我今年57岁 在这里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如何的在90天里面 拿掉了我身体21公斤的脂肪 肥胖一向来都在我生活里面 带来了我很多困扰 肥胖也影响了我的身体的健康 肥胖怎样影响了我身体的健康 第一,一向来我就面对了关键上的问题 我的关键时常疼痛 时常发炎 也这样困扰着我每一天的作息 因为这个问题 我必须长期的去找医生做一些物理治疗 第一次我去见我第一个医生的时候 我还记得医生告诉我 太太,你体重目前是75公斤的 不过你的脚板才5寸 你每天必须要抬着你身体的体重75公斤 来过你每天的生活 你的脚的关键就时常的疼痛跟发炎了 不意义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的 就是把你身上脖子肪拿掉 最后当我坐在家里的时候 我想一想 医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可是医生没有给我一个可行的方法 有这样的情况 我停不停地在寻找一个好的瘦身方法 可以帮我身体的多余脂肪拿掉 然后我也继续去见我的第二个医生 第三个医生 这三个医生同样的跟我做了物理治疗 同样的也告诉我同样的答案 你必须将你身体的脂肪拿掉 让你的身体的体重 恢复理想的体重 所以心里面一直想着 我如何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很幸运的 在短短的三个月 它不只是帮助了 我拿掉了身体多余的21公斤脂肪 同时它也帮我解决了 我身体的健康问题 就是我的关键疼痛跟发炎 我五寸的脚板就不再有负担了 它不用抬起这样重的体重了 让我有机会穿上高跟鞋了 回头一看 自己找对了 一泡了 是多么的重要 想看一个健康拿到了 我们不只是让自己健康 我们还可以在生活里面 带来了一些快乐 在做的 如果你们也跟我同样的 面对一些健康影响 生活的困扰 请马上联络 iMastery体型管理计划 欢迎您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点击小铃铛哦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